好 接下來我們請黃委員國昌發言 首先 先非常感謝今天在場這麼多法界 不管是從實務工作 還是在學術界裡面 來參與今天這場法官法修正的公定會 我必須要說 作為一個長期關心我國司法制度跟司法改革的法律人 2011年那一次所推動的法官法 我個人非常非常的失望 在那個時候 我還是中研院的學者 我曾經大力的疾呼 我曾經試圖的改變 但是沒有辦法 最後妥協出來的產物 就是一個50分的法官法 當然 後續實際上面的運作 我也不斷的密切在觀察 很不幸的 當初的憂慮 當初對於通過那一部50分的法官法的預測 在後來的數年當中 逐漸的發生 我必須要說 對於司法權公正的運行 不僅僅是法官 不僅僅是檢察官 律師也擔負了非常重的責任 也正是因為這個樣子 我到立法院以後 在司法法制委員會裡面 我除了一方面 大力的推動 希望法官法能夠早日送來立法院 等了快兩年 終於來了 但是在另外一方面 如何強化不孝律師的淘汰監督機制 也是我非常關心的事情 我好幾次的時候 我質詢我們的法務部部長 當檢察官在個案的裡面 發現律師涉及教唆偽證 涉及洗錢 涉及這些非法活動的時候 法務部依照職權可以送律師懲戒 為什麼不送 這些不孝律師的存在 對我國司法體系所造成的傷害 絕對不亞於法官跟檢察官 今天雖然是在修法官法 還沒有在處理我們律師法跟律師懲戒的事宜 但是作為一個法律人 我必須要這樣說 第二個 今天的此時此刻 來討論不適任法官跟檢察官的監督淘汰機制 對於我來講 心情非常非常的沉重 我們的前法務部部長 竟然在具體的個案當中 把他的髒手伸進去 透過檢察長施壓基層的檢察官 一個這樣子的老鼠死就好了 全體基層檢察官每天爆肝在工作的努力 全部化為烏有 太可惡了 更離譜的事情是什麼 我們今天好像左眼在監督淘汰機制 都想到最後面淘汰 我希望把程序再往前拉一下 人審會 為什麼把人審會挑出來講 彭坤業 2000年的時候被彈劾過耶 那個時候沒有法官法 那個時候官官相護 所以一個去參加政商集團 鳳梨宴這麼風紀有問題的檢察官 結果被彈劾了以後只寄身戒 然後呢 在往後的日子裡面平步清雲 2016年8月的時候 正是這一次跑去關說他的邱泰山 把他提拔成桃園地檢署檢察長 其實法務部次長在這邊 我請次長回去 徹底的調查 那次的人審會是什麼開的 哪些人投贊成票 讓一個風紀這麼有問題的人 爬到檢察長的職位 然後呢 爆發的今天 跟邱泰山吃完日本料理 回去第二天喔 318晚上 吃日本料理 319回去 就指示 鄉月 指示主任檢察官 320多派一個檢察官 322 馬上多派那個檢察官 再幫辯護人 再幫那個被告 開啟一個 連被告都還沒有認罪的認罪協商程序 這個叫轉資陳情喔 我們的國安諮詢委員 何時在國安會設立了一個 權貴犯罪轉資陳情中心啊 這種效率的司法 一般的人民看到 原來我有辦法 找國安諮詢委員 把檢察長叫來跟我一起吃晚餐 我就能夠享受這種速度的服務 莫名其妙 蓬棍葉怎麼升上去的 第二個 蓬棍葉涉案的時候 我看完整份調查報告 法務部早就掌握了 還讓他高升 高檢署主任檢察官 我的老天啊 我那天為了搞清楚 我親自跑去高檢署 我不問個案 我問行政 你們現在有幾個主任檢察官 原額多少 結果多了一個在立法院預算書裡面的 原額出來 這不是因人設事 這不是量身訂做 什麼是因人設事 什麼是量身訂做 法務部部長下次到這個地方來的時候 這件事情要說清楚 講明白 負責到底 人審會怎麼開的 第二個 離譜的事情 在最後懲戒的階段 我到那天高檢署的時候 我要所有檢察官的名錄 我要一個一個算 到底有幾個人 怎麼配置的 我赫蘭發現 史上最貪的檢察官 陳玉珍 竟然在表上 我看得傻眼了 貪污貪了9年 2012年被停職 2013年被彈河 結果到今天 我們的職務法庭 判決還沒出來 讓他持續領甘心 領了6年 我問司法院 司法院說 陳玉珍因為他說他身體不舒服 他都故意不來職務法庭 所以沒有辦法續刑 所以我就去找了 這什麼規則 司法院本來跟我說是法官法有問題 我看法官法沒這個限制 原來是司法院自己定的 職務法庭 懲戒案件 審理規則定的 說如果 一照不到場的話 結果竟然什麼 竟然就沒辦法判決 那 你們怎麼會司法院自己定的 懲戒案件 審理規則 自己放一個大漏洞 以後所有 被遺赴懲戒法庭的 法官檢察官 大家就假批批啊 我就不到庭啊 你永遠沒有辦法判耶 司法院當初這個懲戒審理規則 怎麼定出來的 然後我再去看公務人 懲戒法的規定 我在想說 這麼荒謬的審理規則 到底是誰定出來的 你給他有合法的通知 他無正當理由不到場 他的opportunity to be heard 已經被保障以後 當然可以審理啊 結果你們定這個 荒謬的審理規則 幹什麼 在保護自己人喔 一般的公務員懲戒 按照公務員懲戒法的規定 延遲辯論 當事人一照無正當理由不到場 依到場者的申請 就一照辯論判決啦 本來就應該這個樣子啊 讓這個貪檢 領甘薪六年多 法務部跟司法院 事後要試圖跟我解釋 沒有啦 停職只有領半薪啦 我的標準是喔 這種貪污的檢察官國家沒跟他求償已經很客氣了 半毛錢都不應該讓他理 今天是公聽會 但是我把我的問題提出來了 請與會司法院跟法務部的代表準備好 下一次你們的秘書長跟部長來的時候針對實質問題回答 謝謝 好 謝謝黃委員